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便的 随便的 是呗 您的水 吃一口 这样一看啊 这人还真不错 不过 是不是有点傻呀 他不知道在干饭盆这种地方 不能随便把吃的借给别人吗 老头啊 你看起来头一次来干饭盆啊 你咋知道的 这干饭盆里头 不能随便把自个儿吃喝给别人 这是规矩 怕麻达山了 断了吃喝是吧 你知道呀 你知道他把吃的给我 能不能留着命 我咋知道 不咋这一口 我头一回碰上你这样的人啊 你是不是傻啊 我早知道我这样 就不用瞎套子套我了 对吧 我瞅着你也不想抬身呢 你来这干饭盆干啥啊 随便溜达溜达 溜达呀 小心把面溜达没了 能吗 咋不能呢 你听我说啊 干饭盆没有门 大盆大 小盆小 大盆套小盆小盆 小盆撑大盆 盆里没干饭 饿死傻瓜蛋 这谁编的 我编的呀 还有啊 进了干饭盆 别想碰着人 麻了伤了不要怕 得自个儿挖个坟 吃人嘴软 拿人手短 既然吃了这人的饭 我就要好人做到底 陪他一起走一段吧 要知道这干饭盆里 都是豺狼虎豹 一个不小心 就连命都没了 赶紧回家吧 这树是你种的吗 又啥意思 我是你生的吗 你咋哑巴了 我天黑路不好走 劝你早点 那我这不是一片好心吗 早说这句话 不就完了吗 省得我飞那么多话 总之你有理 我有理咋啦 总之早样都不对了 抖不及爱抖不及嘛 我走了 别别别别 别别别别别 别别别别 我跟你开个玩笑 我看出来了 你是来寻人的 而且呀 你这眼珠子告诉我 你寻的还不是一般的人 我知道你是闯过关东的人 钻过山 蹚过水 可就你那两下子 进去干饭盆它不好使 听人劝吃饱饭 那里面虎豹柴狼多着呢 都盯着还都在暗处 你就别往那身里头钻了 你说得不错 谢谢你 感情我白说了 听人劝吃饱饭 我都提醒他 别往深处走了 这人非是不听呢 他到底要找谁呀 他能找到要找的人吗 别急 一切答案 就在明晚的剧情中 为您揭晓 现在我们回头来说说 这个人为什么要翻山越岭 来到这里 他遇到了什么事呢 疼吗 疼吗 疼 好 关就关了 这里面有东西 肉里头有东西 有啥东西啊 现在看不出来 得割开皮肉 才能弄尽重 这孩子 不是陈华海 失散多年的儿子吗 他后辈的伤怎么来的呀 欠在肉里的 又是什么东西啊 大哥 我孩子怎么了 你说句话 我这都急死了 你说句话 这是谁这么狠心啊 竟然把钉子 钉到一个孩子的肉里 这得多大的仇啊 不抱此仇 我事不为人 不说话事儿了 油麻子 咱见识过 他是啥样的人 他有啥能力 咱都清楚 我的时候 也要保护你 你也不能一个人去 我跟你一会儿回去 你们大把手 我要压人快去 各位兄弟 你们的好意我心灵了 但这是我为油麻子的私仇 要报也得我自己去报 多一个人帮忙 那算欺负他 咱们从关东山出来的时候 可是一身的亮灯 也因为这件事 把关东山笑话着 把油麻子笑话着 他 老些年为回去过了 人也生了 地儿也生了 万一 你们不能自己去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如能报此仇 我宁可埋在关东山里 原来这就是陈怀海 来关东的原因 那油麻子 为什么和他过不去呢 我知道你们以前 结过梁子 可能是为啥结的梁子 当年啊 我带着几个弟兄 去抬身 碰上了多年不见的身亡 刁定的宫外天就黑了 我们在身上细了红绳 寻思着明天再来吧 第二天一大早上来了 我 神王不见了 我想起来了 一只船说油麻子 有颗震山之王的大棒子 感觉就是你那颗身啊 咱们当年进山抬身 都立过规矩的 将就先来后倒 那是 谁敢上试谁的 全凭老天爷伤口饭吃 那油麻子偷了我的身 他坏了规矩 犯了大忌 三刀六动他得受着 我找那油麻子去 可他死活不承认 我就一把火烧了他的老婆 从那以后啊 这梁子就算是结什么 原来两人是这样结下梁子的 但是走江湖的都有一句话 叫祸不及妻儿 这油麻子做的不地道啊 怎么能对付一个孩子呢 难怪陈怀海铁了心要报仇 但是他这仇报的 并不顺利啊 还要不及个人 铁子也不应该黑了 你没见过 你不肯定了 是已经死了 你不肯定了 这就是我肯定了 还不肯定了 你肯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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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了